其实我觉得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其实他对自己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也可以从这一届奥运会上面 你可以分析到 其实从这一届奥运会开始 其实我们中国的整个体育运动年龄 都已经开始零零化 作为老运动员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更多 是更年轻的运动员 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开始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一届奥运会 注意中国的田径来说 是非常艰巨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老运动员 代表队伍去参加奥运会 然后对于第一天的开赛 杨家裕来说 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田径 对来说是一个很振奋的消息 因为得到了冠军 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 他通过了奥运会的洗礼 对他未来整个生涯的成长 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最后他们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更多的苗子 他是在学校里面 所以说我们未来的话 会挑选一些更好的学校 陆续地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所以说希望从学校里面 发掘到更好的苗子 也要通过我们现在 更科学化的训练的手段 方案 能够来帮助他们能够成长 做出这些人的预防 像是一种领导的 或许多人的预防 这些人的预防 我们下车的预防